韵律操 暑假结束了,又开始了第二个学期 在暑假期间,大家一起进行了好多活动 小豆豆和班里的同学更加亲近了 甚至和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也熟悉起来 她更加喜欢八学员了 八学员不仅在上课的方式上和一般的小学不一样 她的音乐时间也特别多 对音乐的学习有各种方法 在八学员,每天都有学习韵律操的时间 韵律学的创始人是达克罗兹 这是他提出的一种特别的节奏教育 这项研究发表于1905年 随即在全欧洲和美国引起广泛的注目 各国都建立了韵律学的培训所、研究所等 那么,八学员为什么会采用达克罗兹先生的学说呢? 这是有缘故的 校长小林宗作先生在开办八学员之前 曾经到欧洲去 想要考察一下外国是怎样进行小孩子的教育的 小林先生参观了好多所小学 听过很多教育家的谈话 在巴黎 小林先生遇见了优秀的作曲家和教育家 达克罗兹先生 达克罗兹先生长期以来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教育孩子们 不要用耳朵听音乐 而是用心去听、去领会呢? 孩子们听音乐的时候 他们感受到的不应当是没有生气的教育 而应当是跃动着的、充满生气的音乐 怎样才能唤醒孩子们的感觉呢? 结果,经过长期的思索 达克罗兹先生终于发现了一种叫做韵律操的东西 这是从孩子们的自由自在的蹦蹦飘飘的动作中 获得灵感 从而创作出来的 小林先生在巴黎的时候 在达克罗兹先生的学校里带了一年多 学习了韵律学 如果再稍微提起一些历史性的话题 日本人中受到达克罗兹影响的人还有不少 以山田耕作先生为首 还有现代舞的创始人石井莫 歌舞纪的第二代传人世川左团刺 新戏剧运动的先驱者小山内勋 舞蹈家伊藤道郎等 这些人都认为韵律是一切艺术的基础 他们都向达克罗兹先生学习过 但是尝试着把韵律学应用到小学教育中取得 小林先生是第一人 什么是韵律? 没单有人这么问的时候 小林先生就这样回答 韵律是让身体的组织结构更加精巧的游戏 是教给我们怎样去开动心灵的游戏 是让心灵和身体理解节奏的游戏 做韵律操会使人的性格富有韵律感 富有韵律感的性格是美好的 强大的 能够温和的顺应自然的法则 还有好多好多 小豆豆他们这个班 是从使身体理解节奏这一步开始的 在礼堂的小讲坛上 校长先生弹着钢琴 小学生们喝着琴声的节奏 从各个位置开始走动 怎么走都可以 不过如果逆着人流走的话 会和人相撞 那就不舒服了 所以大家要尽可能的绕着同一个方向走 也就是成为一个圆环 但不要排上一列 而是自由的流畅的走动 同时孩子们听着音乐的节奏 到了二排的时候 就像指挥家那样两只手大幅度的上下挥动 打一个二排的节奏 走动的时候不要把脚踩得咚咚响 但也不要像跳芭蕾舞那样用脚尖着地 先生的话是这样的 仿佛是在拖着大脚趾走动 身体轻松自由地摆动 有这样的感觉就好了 归根到底 最重要的是要自然 所以 只要用孩子们自己觉得自然的方式走动就可以了 当节奏变成三拍的时候 手也要大幅度挥动 打出三拍的节奏 同时 脚的动作也要喝着拍子 一会儿变快 一会儿变慢 两只手像指挥家那样 上下不停的变化 一共可以达到六拍 比如说 如果节奏是四拍的话 手的姿势就是 放下转一圈 从侧面抬上去 如果是五拍的话 则变成 放下转一圈伸到前面 向旁边平伸抬起来 如果节奏是六拍的话 那就是 放下转一圈 伸到前面 再一次在胸前转一圈 向旁边伸平 抬起来 就这样 随着节奏的变化 动作也变得越来越难 而且 更难的是 校长先生在弹钢琴的时候 不时的会大声说 当我的琴声变化的时候 你们不要立刻跟着变化 比如说吧 一开始 大家是随着二拍的节奏走动 然后 琴声突然变成了三拍 但是 大家要一边听三拍的音乐 一边做二拍的动作 这个可太难了 校长先生认为 通过这样的练习 可以培养孩子们集中注意力的习惯 还能培养坚强的意志 过了一会儿 先生叫了一声 可以换过来了 小学生们觉得 啊 太好了 立刻换成三拍的动作 这个时候 不能手足无措 要把大脑的命令 立刻转换成身体的 也就是肌肉的动作 可是 正当大家想要合上三拍节奏的时候 钢琴声却突然又变成了五拍 刚开始这么练习时 孩子们真是手忙脚乱 嘴里一叠声地喊着 老师 等一等 等一等 不过 渐渐习惯以后 就觉得非常舒服 自己也能渐渐地想出各种花样的动作来 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一般来说 大家都是在人流中各做各的 但是高兴的时候 也可以和别人并肩同坐 或者在二拍的时候 互相拉拉手拉 互相眨眨眼睛了什么的 不过 说话是不允许的 妈妈们来参加家长会的时候 偶尔从外面看到过这幅情景 孩子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独特的表情 舒展地舞动着手脚 非常陶醉地跳来跳去 而且 每一个动作都恰好喝着音乐的拍子 这幅情景真是让人愉快 就这样 韵律是身体和心灵能够理解节奏 帮助精神和肉体达到和谐 从而唤醒人的想象力 促进人的创造力 记得小豆豆第一天到八学院来的时候 在学校的大门口问妈妈 什么是八 八学院的八 指的是用两个一黑一白的八型图案 组成的灰迹 这表达了校长先生的心愿 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 得到和谐的发展 韵律课的内容还有很多 校长先生一直考虑的问题是 怎样才能使孩子们余生俱来的素质 不被周围的大人们损害 让这些难得的素质得以发扬光大 校长先生经常感叹说 过于依赖文字和语言的现代教育 恐怕会使孩子们用心去感受自然 倾听神灵之声 触摸灵感的能力渐渐衰退吧 绿蛙落骨池 寂寂闻水声 看到青蛙跳到池水中的 肯定不止松尾芭蕉艺人 看到沸腾的水丁起铁壶盖 苹果落地的 也一定不止瓦特和牛顿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莫过于有眼睛却发现不了美 有耳朵却不会欣赏音乐 有心灵却无法理解什么是真 不会感动 也不会充满激情 校长先生这样感叹着 把韵律学引进到教学中来 并且相信他一定会收到好的效果 而对于小豆豆来说 能够像伊莎朵拉邓肯那样 光着脚轻盈地走来走去 蹦蹦跳跳 上课可以这个样子 真是开心极了